铁川甲到少林寺见着李勋欢 李勋欢在他的耳朵边 嘱咐了他几句话 铁川甲连连点头 然后他告辞下松山 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了 李勋欢依然还被困在藏经阁 有这新树和尚和他坐着帮 那么其他别的僧人该忙什么忙什么 夜半三更了 老方丈辛苦一个人从方丈市出来 他干什么呢 他睡不着觉 心乱如麻呀 来到塔林寺下看一看 心想白日里那铁川甲的龙荒烟枭 撒得哪都是 险些火烧了骨叉 好容易把他打扶走了 不过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实在是让贫僧心中忧烦 过去 一位李勋欢 是梅花道无疑啊 他在宝地 害死了我的弟子秦柱 那么在我的师弟 还有弟子们压得奔少林寺的时候 还有伙同一些江湖人 害了 心梅手下的几个弟子 还杀死了洛阳大侠田七 那么我还以为 心梅之死和李勋欢也有关系 不过现在种种事情来看 李勋欢倒不像是梅花道 他这个人是似正非正似邪非邪 贫僧 年智茂 还从来没有这样为难过呀 这老和尚缓缓的来到一个塔林前边站住了 这个塔林呢 就是老和尚心弧 他的师父的母 在这几十年间 他做方丈 他碰着什么为难的事了 决断不了了 他就来师父这个墓前边啊 站一会儿 施个礼 好好思考一下 就好像师父生前和他谈什么似的 过一会儿 融会贯通 豁然开朗 想明白了 今儿晚上啊 因为他闹心 所以说 也来到此处 到了师父的塔前 刘僧跑轻轻跪倒 师父啊 弟子无德无能 致使少林寿一片混乱 如我师有灵 还望您指点弟子 师父 老和尚 说到难过处 老泪顺着眼角 躺下来 可是 他正故意着落泪的 就听他哗嗒一声 哎呀 倒 原来 这塔前边这个石块 啪 崩开了 从里边跳出了一个人 手中拿了冰刃 擦的一下子 似向老和尚 胸膛大学 老和尚 在那跪着 突如其来 真是防不胜防 他赶紧用右手 向胸前面一呼 这冰刃正好给他 刻在他的手心上 就听着噗的一下子 他的身子 刷啦 往后一推 他感觉到 刺到他手的这个冰刃 很硬 但是不是刀 不是剑 因为没有那样的筋 老和尚 老和尚没有怠慢 提了一口气 往前一坐身 他就想把偷袭 他的这人制住 可是偷袭这个人 也明白 一招没有杀死老和尚 再来第二招 不可能了 一转身 瞬着塔林往前就跑 转瞬间消失在夜色当中 心湖往前追了几步 只是看着前面这个人呢 这脑子上没头发 光头 在那月光下夜闪 没了 他又往前追了几步 前边静下来 一点声音也没有 心湖站在此处 浑身上下 凑出了一层冷 他把这手伸开 一看 就在手心上 有一个红印 红 这红印 不是一般的红印 原来是个梅花袋 这是对方那个兵刃头上边 是个铁的 或者钢的梅花袋 往前那么一冲 老和人用手一揭 把他的掌心 给击出个梅花袋的血印 心湖心想 据说那梅花袋作案之时 就用类似的兵刃 给谁刺在身上 死伤的人 胸口或者哪个要害部位 就有一个血梅花印 莫非 莫非是这梅花袋藏立在塔林 藏在这个塔内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前来行刺于我 这个刺 这个刺可是光头 是和尚 看来梅花袋不是李勋魂了 老和尚心虎 闻了闻心神 来到师父的塔前 往里边看了一看 师父的遗体 就是这遗骨还很难好 在里边存放着 他这才轻轻的 把这石块安好 然后又跪些谢罪 站起身来 缓步 奔向方丈室 老和尚坐了一夜 到天光放亮的时候 他的眼皮都没长 他在猜想 如果梅花刀 要是和尚的话 是哪个和尚 是不是我少林寺的和尚 他就从头 往下数 是谁 那么 能够拿那种 梅花瓣的 丁刃 刺我一下 转瞬间 逃得无影无踪 功夫能这么好 就在我少林寺里边 也是屈首可指 这和尚啊 是查了半天 查到谁那儿 他的摇头 哪个人都不像梅花刀啊 早斋用完了 有一位出家的僧人到方丈室里边禀报 方丈 有一位老先生说姓谢 叫谢文东 叫谢文东 来到庙门前求见于您 哦 谢文东 立刻通知 新建新竹新登新仆 随本方丈到外边迎接 那说 那说怎么来个谢文东 老方丈 就要亲自出席迎接 这位谢文东 就是当代的名士谢老举人 李勋欢 还有李勋欢的哥哥和他父亲 都是谢老举人交出来的 不然的话呀 他们一儿几个也未必就能中了太后 那说老李家一门七进是父子三太后 都是这位谢文东的功劳 还也是因此谢文东是扬明天下 上至皇上下至百姓都知道他的大名 不过呀 这谢老举人一生 他本人连近视都没中过 只是啊 做了举人了 可是人家专门能交出来太花廊 真是合了那一句话了 有状元徒弟 没有状元师父 那么老高僧新胡 也是久仰谢文东 谢老举人的大名啊 过去 他从内心里边就喊着敬重 现在一听说他来了 这才要亲自出来迎接 亲自辈的和尚们呢 全都出来了 山门大开 他们一看 有四个家人 陪着一位老先生 正在山门前边 处一手速立 显得毕恭毕敬 再往下看 有一匹马 这马并不高大 看来啊 谢举人就骑这匹马来的 新胡赶紧向前 您可是谢老先生吗 贫僧方丈新胡 就见谢老举人 一躬到地 再家不财 谢文东早想拜望高僧 今日前来 还枉其恕罪 哎呀 谢先生 赶快里边一叙 这谢文东先生 连过骨膝了 你看练不练武 他俩劲 人家老和新胡 八十多岁 腰板拔的留直 身体显得很强壮 可是谢先生呢 就显得很担拔了 有点绕不禁风 四个家人陪同着 来到方丈市这 家人在外的等候 谢文东随着方丈来到里边 宾主落座 炮上茶来 新胡满面带笑 谢老先生 我知道你祖居河北 那么来此苏山 有何贵干 谢举人一听 赶紧又站起来 方丈 我是向您来请罪的 哦 谢老先生 何处此言呢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诗之多 你说 我教的弟子里边 竟有梅花道 李勋欢这样的人 我岂不是罪恶深重吗 说着话 他连连失礼 满面惭愧 这些和尚 你看我 我看 还得说人家 德高望重的 谢老先生 他的弟子出了错了 人家都亲自赶在这来请罪 可怜的 可叹的 你李勋欢自己作恶 还不知反悔 真是死有余辜 心虎想了一下 俗家有云 儿大不由爷 何况弟子啊 李勋欢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想现在和你没直接关系 请您不要负责过身 多谢方丈宽恕 方丈 我听说李勋欢 被围困在 什么藏经葛之内 是否能让我一见 我也好 劝他一劝 让他改 恶 向善 既然 谢老先生 有此心意 贫僧 亲自 陪同您 奔 藏经葛 多谢 多谢 老方丈 和谢先生 往注意来 后边 跟着一帮啊 到了藏经葛门前了 新胡提 当天气 朗声说道 李勋欢 李勋欢 你的老师 谢老先生到了 你出来迎接 藏经葛的门 被推开了 李勋欢 站在门前 新胡的一说 李勋欢的心 你呼就一下 他知道 新胡不能够斗他 他推开门一瞧 果然是 老先生 站在面前 李勋欢 一阵激动 浑身 一阵颤抖啊 眼圈红了 泪水 围着眼圈直绕 啪 一胆袖子 弹弹衣衫 往前 抢了两步 撩一劲跪道 恩师在上 弟子李勋欢 与恩师有礼 嗯 这些合什么一瞧啊 还行 你李勋欢 跟谁都亨 呜呜呜呜的 把自己那小飞刀 就拿出来 可是瞧着你 对这位授业恩师 还有个师徒之情 谢先生一白手 勋欢 起来 到里边说话 是 李勋欢 站起来 李勋欢 尊师重道 这规矩大了 你可瞧着 老先生 他呀 都不敢先进 藏金阁 而是往旁边一闪 身子半弓着 然后一抬右手 老师请 谢老先生 点点头 先进了藏金阁 李勋欢 在后面跟进来 外边这些僧人 慢慢的都散去了 他们也没在外边 瞧着 听着 也没跟进来 李勋欢慢慢 把门带上 又要给 先上师礼 先上师礼 先上一白手 徐环 做些说话 哎 是 我 我先给你引进 李勋欢 用手一指新术 这位高僧 是新术大师 过去在朝中 身为御史 就是 你曾经跟我谈的那位 吴御史 啊 正是 谢先生 回转身子 向新术 施了一礼 过去 循环 常跟我提醒你 说您 秉正无私 在朝中 像您这样的 重量 并多了 新术点点头 多谢 先上 抬举 谢文东 谢老先生 回转身子 打量打量 自己这位 心爱的弟子 看了半天 老先生的眼圈 也红了 哎 循环 你怎么 让人家 误以为是梅华道 老先生 这一句话 就说明了 他从心里边 根本就不认为 自己的弟子 是梅华道 他只是责怪 弟子 事情 没有处理明白 而背了 而背了这个黑锅 李迅环 苦苦一笑 轻轻摇头 老人家 看来这梅华道 相当狡诈 往我身上 栽赃 陷害 而很多江湖人 也利欲 熏心 以为我是梅华道 把我擒住了 就可以得去 钱财 获得美女 那么 少林高僧们 虽然 除暴安良 一心秉正 不过受奸人的迷惑 一时难辨真美 把我困在此处 不放我走 可是老人家 我还正不想走 我就想借着贵宝地 而生亲梅华道 让天气人瞧瞧 梅华道到底是谁 长蒙老人家店面 你千里来自 弟子 不知如何是好 说的话 必须和眼泪淡下来 我能看着你 不气馁 没有灰退 我也就心安了 好了 既然你在此处 想捉梅华道 而不是被动的 被困在此地走投路 那么我就不管你的事情了 望你好自卑之 这爷俩 没多谈什么 就这几句话 谢老先生站起身来 李勋欢把他送出来 谢先生直接到方丈室前来告辞 老方丈一看 哎呀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无论怎么着 您得在这儿多住两日 哎 方丈啊 李勋欢说他不是没话道 你们具体事情 贫僧还不甚了解 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儿 还望大师 明察 秋毫 这几句话 要一般人听来 也就是一般的客气告辞话 可是心胡听来 他感到 这明察秋毫几个字 很有异味 好像这位谢老先生 在指点我 让我做事谨慎 似乎说 他的弟子李勋欢 根本就不是没话道 让我弄明白了 再下手 几乎使劲点点头 先生 放心的 就这样 老方丈送谢先生 下山 想一直把他送到山下 可是谢先生 说什么也不让 哎 我有马匹 我上了马走 还有四个家人随着我 多年呐 不来苏山一带了 我慢慢走 也好 光光光光光 各位 请回 请回 方丈一看 一时为时吧 回到庙里 关上山门 单说谢老先生 骑着马 他在马上坐着 微合耳目 他就想 这微华道 到底是哪一位 能不能 现在就隐身在少林 如果真这样的话 少林寺危险 我的弟子也危险 可是 我弟子 他既然想捉着 微华道 我就不必 多说什么 我说 让他小心 或者说 他或许 拿不住 微华道 这却是废话 我只能这么走 然后再嫁 盼望了好消息 等他把悲华道捉住 哎 君欢这孩子 一生就是如此啊 嗯 无有此弟子 平生 无害也 看来这老先生 能教出李勋欢 这样的学生来 真是对他 莫大的安慰 骑马下松山 哎 这马啊 就走得快一些了 也就下山往前 再走了 有六七里地 忽然在那树林里边 撑就村出一呗 站住 呃呃呃呃呃 下边那四个家人 也赶紧把马拦住了 他们定睛一看 就见前边那道上 站着一个 重家的和尚 六十左右岁 二不小 七十半个 容长点尖下壳 脸泛红光 良眼有神 不过现在这神有点不正 什么神呢 有点凶神 穿了一身灰色的僧袍 腰际罗汉骨 灰色中眼胖 袜僧鞋 他这双拳紧握 嘴角往上 翘了一翘 闪现出一丝冷笑 谢老先生在马上一看 把他认出来了 这不是 刚才在庙中 见着那个老和尚 可能他是新建 律师的 谢老先生 慢慢的下了马 上前一礼 可是新建高僧 蓝党道路有何事情 老先生 你还不明白 我要干什么呢 谢老先生 虽然不太明白 不过听他的一笑 不张张 不是好乐 这心呢 就往下一沉 高僧 请您说明 我个糊涂啊 我要杀了你 为什么 那四个家人一听 胡说八道 你和尚怎么能杀人呢 谢老先生 因为你是李循环的先生 我才要杀人 因为我是 陪花道的老师 你就要杀我 不管李循环 是不是没有花道 只要你是他的先生 我都杀你 怎么 你跟我这弟子李循环有仇 何止有仇啊 这个世上 是有他 没我 有我 没他 说着话 新建往前立敌 立功叫手 僧头 就一动 只用内气功吹的 轻轻的巴掌 往前立台 旁边那四个家人一看 不行 你敢杀我们先生 我们就和你拼了 两巴掌把四个家人打得连滚带爬 爬地下起不来了 谢老先生一看 罢了 看来老父 今日命在当局 那么在我临死前 是否能知道 谁是没花道的 新建一听 你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哼 既然你要死了 我告诉你也无妨 你抬头 你抬头往这看 怎么 你 不错 毛新建 就是没花道 啊 谢老先生 把眼一闭 西乡 完了 完了 石可探 我也知道 谁是没花道了 我也要死了 没法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的弟子李循环 告诉少林寺的众位高僧 只能等我死以后 看看有没有昏灵 然后 好去给我徒弟他们托梦去吧 这老先生无可奈何了 都想着这些事了 他把他眼一闭 新建的手就抬起来了 忽然间 就在旁边 新建刚才窜出来的那个树林里 有人大喝了一声 呆 新建和尚 你真是胆大恶贼 你来看 谁在此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报道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剑客 无情剑 感谢您的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